我对你的关心 就是没有意义的 维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想在这里吃 还是我送到病房 你和姑姑一起吃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早餐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煎蛋面 我怕驼了 所以做得干拌 是我上次说得不够明白吗 顾医生 麻烦你不要再给我这种 没有意义的关心了 我对你的关心 就是没有意义的嘛 维安 你们在干吗呢 你上次说想带我去你公司参观 现在方便吗 童韵来几回工作了 好啊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公司 详谈一下工作的事 好 顾医生 我现在无愿意去公司了 小老板 小老板 干什么呢 给我带早餐啊 谢谢小老板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 知道我加了夜班 还给我送早餐过来 嗯 好香啊 手艺这么好 这还是我们不苟严肖的小老板吗 师兄 我是不是打断你安排了 来医院有别的事情吗 想看看你姑姑的 没事 下次吧 刚刚我说的话 你别当真啊 对不起师兄 我刚刚拿你当的挡箭牌 我其实只是 不想让顾云珍再做无愿工了 没事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做你的挡箭牌 那我先回去看姑姑了 你现在回去啊 你回去 欢迎碰上顾云珍怎么办 我先回去 欧阳 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来医药公司 你的医学基础那么地扎实 就算不回临床 也不应该白白浪费啊 我只是觉得 既然断了 就不要我断四连 那在拉卡亚 你不还得顾云珍 当医学发医吗 那只是一个特殊情况 好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先去我公司看看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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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